文人行自走炮第十二届珠海航展即将开幕,10月29日那天,一架尖10B抵达珠海机场的照片,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关注, 因为这架尖10B装备的是国产三元实量推力发动机,这也是国产实量推力发动机首次公开亮相,外界对这架尖10B充满了期待,希望能看到它在行展上展示超强的机动性,有专家指出,从公开消息来判断,这款实量推力发动机有两种可能,涡扇腐蚀的实量推力版本,或者是一款全新的实量推力发动机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这架尖10B尾部喷管的可动机构非常短,因此很有可能是一台技术验证发动机,实量特性有限,可能用来进行测试和适应,实量发动机对战斗机机动性能提升的好处。 已经在多次航展中展示过,在已知装备了实量发动机的机型中,苏-35F-22都曾有过精彩的展示,例如苏-35战机作为各大航空站的贵客,开发出了多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行动作。 不过美国空军对这种用矢量推力设计的行为并不敢吗?F-22和F-35的矢量推力的作用更多体现在飞行中,减少战机器动面动作,强化余生效果上。 那么,此次歼10B展示的这台矢量推力发动机又是什么水平呢? 此前曾有公开报道着,中国的矢量推力发动机设计原理比较先进,理论上可以保证推力损失不大于理想推力,那1%至2%是目前所有矢量发动机原理中效率最高的一种。 但这种原理也存在缺陷,那就是结构复杂,对保养提出了不小的要求。 不过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曾开发专家评论,认为歼10B是亮喷管的锯齿型边缘,非常类似于F-35,目定当时改善飞机的后向引申特性。 专家还表示,复杂的设计会带来飞机的增重,并不适合冗余量不高的歼10战斗机。 这款发动机最为可能为歼20准备,由于歼20已经装备了和建石同型号的发动机,改装这种矢量喷管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。 装备矢量发动机,对于战机型能和作战能力的提升是全方面的。 世界各大强国都重视这种技术研发,此次中国矢量推力公开亮相,就表示技术研发已经有了重要进展。 而且本届诸海航展上,中国也极有可能公开故产先替航空发动机,研制作最新进展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GAM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